好了 各位 那么接下来我们为大家讲一下 咱们这个宿主在内存当中的一个存储 那么其实我们昨天 我们上一次课你还记得吧 我们就给大家讲过 变量在内存当中的存储方式 你还记得怎么存储的吗 我们说不同类型的变量 在内存当中 是不是占据不同的这个字节数 是吧 占据这个不同的这个字节数 OK 并且我们说 一个变量占的字节数 一个变量 我们说 一个变量 一个变量 它占用的什么呢 它占用的这个字节 一定是什么呢 一定是连续的 比如说 英特类型的变量 在内存当中 占据四个字节 四个连续的字节 是吧 Double类型的变量呢 在内存当中占据连续的八个字节 是吧 连续的八个字节 然后呢 还有一个什么呢 Flow的类型的变量 FLOAT 在我们的内存当中 占据连续的四个字节空间 还有 恰而变量 在我们的内存当中 占据一个字节的空间 就是什么意思 这是第一点 第二点呢 我们还说什么呢 我们说 在为这个变量分配 字节的时候 在为变量分配这个字节空间的时候 分配这个字节空间的时候 是怎么分配的 是从高地质向低地质分配的连续空间 分配的连续空间 连续空间 所以呢 所以我们说先声明的变量 它是在高字节 是吧 先声明的变量 先声明的变量 那么它是在什么呢 是在高字节 后声明的变量 是在什么呢 是在这个低字节 这是第二点 然后呢 第三点我们说 任何数据 任何数据 在内存当中都是以其二进制的补马 所存储的呀 我们说低位存储在低字节 是吧 低位存储在低字节 然后呢 高位存储在我们的高字节 高位存储在高字节 这是第三点 关键我们上次课 第四一点 我们说什么是这个变量的地质呢 变量的地质 什么是变量的地质呢 组成这个变量的低字节的那个地质 我们说过啊 每一个字节 每一个字节 在内存当中啊 都有一个地质 是吧 每一个字节啊 都有一个地质 OK 然后呢 这个变量的地质 是什么呢 是组成这个变量啊 是组成这个变量的低字节的地质 OK 这是我们这个啊 然后第五个我们说 那老师 那么如何拿到这个变量的地质呢 很简单 使用这个取地质运算符 取地质运算符啊 可以直接拿到我们这个变量的什么呢 地质 也就是拿了什么呢 拿到组成这个变量的低字节的那个地质 这是我们第五一点啊 第六一点 地质拿出来之后 我们怎么去打印呢 我们说 使用格式控制符 百分号P 来打印什么呢 来打印我们的地质类型的数据 地质类型的数据 而实际上这个地质 我们前面讲过 这个地质其实说了最好 其实又什么呢 就是指针了啊 我们马上就学了指针 好了 这就是什么呢 这就是我们这个变量 在内存当中 是一个存储方式 好了 那么我们的数据 在内存当中 是如何存储的呢 对吧 我们的数据 在内存当中 是如何存储的呢 好 举个例子 比如说印他 3 首先第一个 他肯定会在内存当中 申请空间啊 好了 他会申请多少个空间呢 好了 第一句话啊 声明一个数据 声明一个数据 那么在内存当中 在内存当中啊 他是怎么申请空间呢 一样的啊 从高字节 向低字节 申请连续的 记住啊 一定是连续的啊 申请连续的 数组的长度 乘以每一个元素的字节数 申请这么多个字节的空间 就没事 所以我举个例子啊 我们像刚刚这个 英特AIR3 我们还是用这个 一个小表格啊 给大家这个稍微的说一下啊 那么这个时候 他是怎么 在内存当中啊 他是怎么来 这个申请空间的呢 是吧 我刚刚说过 他就会干嘛呢 他就会 对 从低地址 向高地址 申请多少个字节啊 多少个字节 12个字节 OK 他就会申请12个字节 好 我们来试一下啊 好 这是我们的字节单元 灯灯灯灯灯灯灯 好 到这儿 给他一个框框 好 这个是我们的字节地址 假如他的地址 你应该是119000 好了 那么每一个字节 是不是都有自己的地址啊 是的 老师 然后现在呢 哥哥 我要声明一个数组 是吧 那么这个数组 在日程中会占多少个字节呢 刚刚说过 是不是数组的长度 乘以每一个元素 占了个字节数吧 那么这个时候 这个数组长度是3 每一个元素是硬特性的 所以每个元素占4个字节 那么就3 4 12个字节 那就从高地址 向低地址 申请连续的 12个字节 1 2 3 4 5 6 7 8 1 2 到这儿就结束了吧 这是12个字节 这是12个吧 好 这个时候 漏血了是吧 这个时候你看 我现在选中这个 OK 我现在选中这块 就是什么呢 是12个吗 是的 是吧 这个时候我选中的 这12个字节 就是我们什么呢 就是我们这个宿主 就是我们这个宿主 所占用的字节空间 所以大家要注意的问题啊 第一个是他占多少个字节 这第一个啊 第二个 第二个 那老师 那哪个是第0个元素 哪个是第1个元素呢 是不是啊 哪个是第0个元素 哪个是第1个元素呢 记住 第0个元素在 第一字节 1 2 3 4 哎呦 我换一个啊 换个神儿 好 记住各位 这是我们宿主当中的 第0个元素 这是宿主当中的第0个元素 好 我把它 我把它 合并一下呢 好 这是我们 ARR宿主当中的第0个元素 好 第0个元素 搞定 这么意思啊 然后呢 这个是我们宿主当中的 第1个元素 下半个1的元素 好 我们也给它换一个色吧 也给它换一个色啊 换个里面最喜欢的黄色 好 这个是 合并 好 来一个啊 这个是我们宿主当中的 第1个元素 第一个元素 好 这个呢 就是我们宿主当中 下半个为2的元素 再换个颜色啊 换个这个吧 我喜欢这个颜色啊 好 给它来一个 这也不是绿色好不好 里面那个是不是 是不是 这是绿色吗 是绿色是吧 难怪我不喜欢这个颜色是吧 好 合并一下啊 然后把它放到中间 这儿啊 好 这个是我们这个 AR数组当中的第2个元素 就这么意思 记住 记住啊 这整个啊 这一整个是什么呢 是我们的AR数组 记住啊 这一整个是我们的AR数组 然后把这个能不能对一下 好 搞定 讲这点啊 这一整个是我们的AR数组 整个是AR数组啊 然后这个是我们的第0个元素 这是我们的第1个元素 这是我们的第2个元素 所以记住啊 下标为0的元素 是吧 在哪呢 在第一字节 在第一字节 所以大家要注意这个问题了 好 现在呢 我们刚刚已经说过了 这是咱们的数组中的三个元素 是吧 那么我现在假如啊 现在我现在给这三个元素负个值 那么这个负值 它是怎么存的呢 好 也是很简单的啊 比如我来一个 inter inter AR3啊 然后给它负个值吧 AR012 我给它负个10 然后呢 AR1 我给它负个11 AR2 好 我给它负个12 我给它负个12就可以了啊 好 那么这个时候 它怎么存的呢 一样一样的 一样一样的啊 咱们在这 好 放这 你看啊 把10 是不是负给了咱们这个 AR的第0个元素啊 也就是把这个10 存在到这个元素里面去啊 好 那么怎么存的呢 你看这个时候啊 我现在把它也合并一下 然后呢 翻过来啊 好了 记住 这个元素的值是10 对吧 10是怎么存的 是不是存的是10的补马啊 所以你看这里面啊 12345678 好 然后呢 这个也是0 这个也是0 这个10就是2加8 对不对 1 哎呦 好 1234 1010 没错吧 这个数你看 这个元素存就这个数据 就这个数据啊 然后呢 给什么呢 给咱们这个 第一个元素给它个11吧 好 那么这个值是 这个值是11 好嘞 好 它的值是11 那么11的话就怎么存的呢 1212的是吧 0 哎呦 不能画的颜色的话 12345678 好 然后呢 这个也是 这个也是 这个也是啊 唯一的区别就是什么呢 1011 是不是啊 1234 1011 这个时候就存的是11啊 对不对 然后第三个值是多少是12 好了 第三个元素值是多少是12啊 合并一下啊 好 放这儿 好 这个地是12啊 12呢 那一样的啊 这里面是 12345678 对吧 然后呢 这儿也是0 这儿也是0 好 1234 然后呢 1100 1100 你看 这就是咱们这个什么呢 就是咱们这个数组了 二家门数组了啊 然后元素的值啊 第三一点 然后这个元素的值啊 还是按照之前那样 是吧 这个存储的是 这个数据的 二进制的补码 补码 这是我们这个 但是大家思考一个问题啊 根据我们这个图 你就能看到了什么啊 记住 这整个是不是一个数组啊 其实你会发现 其实 你会发现一个问题 其实这整个数 这个数组 它其实就是由三个 这是个什么东西 这是个什么东西 是不是一个inter变量啊 这是不是也是个inter变量啊 这是不是也是个inter变量啊 所以其实 数组的元素的本质啊 数组的元素的本质 就是一个普通 类型的变量 OK 数组的元素的本质 就是一个普通的变量 一个数组 一个数组 就是由 多个 普通 类型的变量怎么样 联合而成的 啊 联合 联联联联联联联 联合 而成的 就什么意思 这就是我们这个数组 在内容中中 是到底是去 到底是去 怎么存的 怎么存的 这个能看明白不了 我就不多说了好吗 就over了哟 over了 就可以画个图 你看一看 就OK了啊 就OK了 哎老师 怎么不像你早上讲的样子 它是先生命变量的 画成三等份了 其实你像我们早上的理解 有问题吗 是不是也没问题啊 也没问题 但是我想说 这个才是我们对手当中 真正的那种存储形式啊 大家就把这个呢 你要去 你需要干嘛 你需要把它 最好还是了解一下啊 最好是了解一下 OK 好 这是我们这个 然后再次个问题 我们刚刚说过 这个是我们数字当中的 第零个元素 这是第一个元素 这是第二个元素 我们刚刚也说过 其实这也是 这就是个 英特朗性变量 对不对 这是不是也是 英特朗性变量啊 那么既然是个变量 那么请问 这个变量有没有地质 有 那么它 就是咱们这个变量的地质 它就是第二一个 下边为一的 这个元素的地质 黄的 是吧 然后它就是我们 下边为二的 这个元素的地质 给个淡淡的绿色 怎么是 好 搞定 这是我们这个 所以你看 每一个元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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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一个普通变量 就是一个普通变量 所以呢 每一个元素 也有 也有自己的什么呢 也有自己的地质 也有自己的地质 好了 这就是我们 宿主在内容当中的 一个存储形式 也有自己的地质 也有自己的地质